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0年9月3日 星期四 今天我們要報告一個 很重要的信息 關於美國駐華大使館 駐華大使館 在8月12日 就將 駐華大使館的揮號 由北京 中國改為北京 這個改動 大家會覺得可能已經是有些訊號了 對於一個中國的問題 在昨天 最新的微博 美國駐華司令館 的微博帳號 是美國政府帳號來的 他就發表了一個貼文 這個貼文 是更加有象徵意義 更加有啟示 這個貼文 美國長期以來都有一行一個中國政策 他不同於北京的一個中國原則 在這一原則下 中國共產黨宣稱對 台灣擁有主權 據號 美國對台灣的主權問題 不持任何立場 據號 美國的基本利益在於台灣問題 在沒有脅迫的情況下 以和平解決 就像北京承諾的那樣 這個是史達偉 關於台灣的講話 這句說話 很緊要很緊要的 倒出來 基本上 就是跟北京說的一個中國政策 完全是不同 這個是美國重新 是在 蟬色 的一個中國政策 為什麼我們這麼說呢 我們在5月20日 大家如果有時間 去找回我們5月20日的影片 我們當時做了一支 特備節目 就是美國 從來沒有承認一個中國 尤其是中共說的一個中國 因為當時 我們的節目很清楚說 美國政府 是知道 as no as 是得色 知道你們 中國的立場 一個中國政策 但是他沒有同意 也沒有表示贊成 只是表示知道 英文很重要 你說了 表示知道 美國人或者英國人也好 因為在英語世界人很重視 那個 文件 簽署的文件很重要 而中國人當 簽署的文件是一張紙 他不會有任何的 法律效力也不承認 所以 大陸是可以隨便撕毀他們的合約 基本上 是長期違約 1984年簽了《中英聯合聲明》 他說現在是一個過期文件 他不理了 但是1978年的中美公佈 中美的上海公佈 他就拿出來說 你美國違反了 你要尊重這個公佈 即是說 合約裏面 對他有利的 他就拿出來說 對他不理的 他就一隻字不提 這件事是沒有可能的 因為 你是說是那個人就可以 但是 即使你是說是那個人 人家也是不會服 何況你不是說是呢 全世界 好了 我們再說回這次 美國駐華司令館 這個 大使 出來說這番說話 相隔不夠一個月 在8月12日做了一個動作 就是改勳章 然後在9月2日 即是昨天 他就發表這番說話 重新說一次 美國政府 對於一個 中國政策的立場 這個是代表甚麼呢 這個基本上是即時刺中中共 所謂的底線 就是 美國政府 是知道 你們中共一向宣稱對台灣擁有主權 或者是台灣是你的 但是是基於你 當時的保證對台灣是一個和平解決 是不受威脅 威脅這個字眼是很闊的 但是美國是這樣的意思 當你一旦 威脅台灣 當你一旦 改變了你當初你的承諾 以和平解決台灣的時候 美國政府 就會一概否認你所有的合約 或者所有的公佈 原因是你違約在先 這個 外國人 即是西方的文明社會是講求合約精神 當大家遵守合約的時候 沒有人會違反 但是當有人首先違約的時候 另外一方就可以推翻裡面 簽署的所有文件 包括 這個 跟北京建交 或者跟台北建交的問題 所以當時我們特意 做了這支特備節目 大家有時間可以聽回 裡面是很詳細 解釋 解釋 為甚麼 當時美國是怎樣簽 其實我也認為當時美國這個合約 是 這個上海公佈 以及跟中國建交的文件 是基於 大家是一個 和平 不受 威脅 甚至乎 你沒有做任何 民工武嚇的情況之下 可疑 當然 一路以來美國政府就是對於中共的民工武嚇都是 隻眼開隻眼閉 有些默許的情況 這一起 當時 在台灣 在台灣 發生衝突 在台灣問題 美國和中共的關係 cost 在美國 美國會被害 country 在美國 在美國 剛才是一個 美國會被 beli 美國會被 beli 但是經過這麼多段時間以來 中共 一路一路 壯大了之後 實力強了 經濟有錢了 軍事力量也要強了 到了這兩年是周圍向外擴張 搞一打一路 投降 然後還要在南海 這個問題上 劃狗斷線 然後對台灣加強壓力 對香港立國安法 新疆狗再搞肉營 這些一連串的動作 是令到全世界都知道你中國 基本上是一個野心 是要 稱霸世界 是要統治全世界 是要將自己的一套價值觀輸出全世界 甚至乎他們意圖挑戰美國 甚至乎要消滅美國 要將美國 霸主的地位取代 而要全世界堅決那一套 我們要從他抵制 澳洲 恐嚇捷克這些細節 北京 只是運用他的影響力 而 向全世界作出一個侵略 當全世界都看不到的時候 當全世界都假裝看不到的時候 或者 對他無動於衷的時候 他就會得寸盡情 我們很明顯看到 當初 要制裁的國家 例如早兩年 美國 在南韓部署殺了防禦系統 而 當時就選擇了樂天旗下的地方來做這個系統的基地 當時的樂天 在大陸的生意就即時受到抵制 當時 全世界沒有人為南韓說話 文在寅也是 知道要跪低 被迫著要跪低 文在寅跪低 不代表等於中共會放過你 他繼續繼續迫害 直到樂天 撤出中國為止 到了今年 今年更加是 將所有中共這種惡行 爆了出來的一年 去年也是 但今年更加赤裸裸 今年 他 輸出這個武漢肺炎 令到全世界有幾千萬人確診 基本上所有的經濟停擺之後 在 第一個提出要求撤查這個武漢病毒源頭的澳洲 就即時受到中共的打壓 澳洲 他終於說要切斷他的經濟 要不讓他的牛肉輸入 要怎樣制裁他 一方面 你又依賴別人的牛肉 又要 制裁澳洲牛肉之後 大陸的牛肉立即瘋狂 漲價 漲了很多 迫著他要跟美國入口 美國牛肉 接著就到了 奶粉 又說要制裁澳洲企業 又說要經濟制裁澳洲 一會兒中國蒙牛就想收購澳洲的 輿業公司 別人要澳洲政府喝停 澳洲一開聲 中共就即時要打壓 要他收聲 這個是用經濟手段 或者用其他的政治手段 去恐嚇澳洲 但是澳洲 是五眼聯盟之一 不受你的威脅 這個是令到五眼聯盟 更加堅定要對付你的 然後你恐嚇英國 就要他用華為 恐嚇加拿大 放漫漫舟 到處去恐嚇 現在全世界 已經是知道了你中共的浪子野心 所以 美國 亦都 調整對中國的政策 就是說 你 越是要 搞台灣 越是要保護台灣 現在美國駐華使領館發出這個推特的 推特的貼文 可以說 跟大家說 台灣的問題 很快就成為 以後 未來 美國最新的一個武器 我認為未來 因為現在副國務卿 已經是計劃 訪問台灣 這個是繼上次衛生部長之後 另外一個 亦都是 正面掩蓋了馬英918 誰說美國不來 誰說美國會缺席 現在 總之你共產黨要動 美國就即時到 我可以說 接下來訪問台灣的人 只有越來越高級 甚至乎會有 這個 國防部長 即是副國防部長 甚至乎是 眾參眾兩院 會有代表團 會去訪問台灣 做到最後 應該由副總統去訪問 在正式建交之前 也是副總統去訪問 當然 如果美國國務卿去訪問 也不奇怪 接下來 最後一張牌 就是宣布台灣 你大陸呢 我看你大陸怎麼搞 操弄了那麼久 十幾二十年 說要武統台灣 說只要 飛機在台灣 飛飛就要立即打台灣 我看看你怎麼辦 如果人家派 然後派副總統去 派國務卿去訪問台灣 我看你敢不敢 上次 剛剛說過捷克代表團 捷克代表團 去訪問的時候 他就用戰機 去夾他 打算恐嚇人家 做一個恐嚇意味 人家不怕你 你敢打飛機下來嗎 你敢攔截人家的代表團嗎 好了 下一次美軍派航空母臨來 看看你 如果 迫得美國緊 甚至乎 美國 直接在台灣 就 設立軍事基地 這個對中共 就更加大打擊 你不讓我飛機飛去台灣 我直接在 設軍事基地 我看你怎麼樣 你夠膽子來 是不是 所以 所以 我們覺得這次 這個舉動 是正正為台灣 承認台灣 而且接下來 加強在台灣部署作出一個準備和警告 這個紅線一踩下去 我們 看著北京的立場 是十分之軟弱 估計 將來 美台現交 北京也 不敢出聲 這一節我們分析到這裡 拜拜